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 也不受制于第三方 欧盟因进一步发挥战略自主 秉持更为独立客观的对华认知 同中方一道 本着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互利合作的原则 推动中欧关系发挥更大的全球影响 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我还要说的是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核心 中国最希望台海和平稳定 希望欧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旅行中欧建交时做出的 不同台湾保持官方关系或缔结任何协定的郑重承诺 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国际正义 希望欧方反对台独分子挑衅声势 劝劝个别政客 不要拉帮结伙 打台湾牌 美国年年炮制所谓的军控防扩散与裁军尊业报告 给自己脸上贴金 以法官的身份对其他国家的履约情况平头论足 横加指责 肆意抹黑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台湾归还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未分割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 也不要指望中国会因外部施压 而在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 有任何退让 近年来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 是岛内台独分子在境外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下 搞分裂活动 台独行径与和平稳定 水火不容 要维护台海局势和地区和平安宁 就要旗席鲜明反对台独 反对外部干涉 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尊重历史和事实 也希望德国的一些政客 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实质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不要再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美国一方面口口声声 希望中方恢复禁毒合作 一方面又悍然再次起诉和制裁中国尸体和个人 严重侵害有关企业和个人合法权益 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以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一贯例行禁毒 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一直尽力帮助美方应对解决分泰尼的问题 2019年5月 中方在全球范围内 率先整类列管分泰尼物质 为防范其非法制范及滥用 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美方不仅罔顾中方善意 反而执意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 无理制裁中国公安部 物证鉴定中心 国家毒品实验室等机构 现在又反复制裁中国企业和个人 向中方甩锅 严重破坏双方禁毒合作基础 必须指出 美方所谓的分泰尼前提 是普通化学品 国际贸易中防止普通化学品 流入制度渠道的责任 在进口方 美方歪曲事实真相 对中国与相关国家的 正常化学品贸易 指手画脚 并以此为由 起诉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 充分暴露了美方的 蛮霸道与蛮横 也是对国际法治精神的蔑视和践踏 美方对中国企业和公民的起诉和制裁 将为中美禁毒合作 制造进一步障碍 此举损人害己 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如果美方真心实意想解决国内毒品问题 就应当尊重事实 反攻自信 纠正错误 停止甩锅推责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事实一再说明 岛内台独分子 在外部势力的纵容和支持下 不择手段推行分裂活动 这才是在破坏台海现状 才是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 要维护台海局势稳定和地区和平安宁 就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口头上说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行动上 却对台独分裂活动 睁一眼 闭一眼 明理暗理 纵容支持 甚至把反对台独分裂 说成是改变台海现状 这是在背离 而不是在践行一个中国政策 是在破坏 而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中俄双方始终坚持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 发展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推动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向前发展 你提到乌克兰问题 我们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 也是一贯明确的 我们始终坚定致力于劝和促谈 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俄双方式